一个人想脚本 一个人演 一个人拍 甚至一个人做后期 小视频的连续火爆 让徐翔这位非著名护剧演员 一跃成为迅速涨粉的视频博主 细笑地学习 滑稽戏演员 以及护剧演员的经历 让他对上海话多了一些了解 也多了一些责任感 五年的人我以为就是 nobody 对吧 一直不摸摸来来告诉你个舞女 对吧 老看没多少人看 他通过这个视频 一记得用起来 所以 龙男人在家 十多一年来说 哄哄他指这个网红 哄哄他以后 使他生活有啥比较好 我老周认为一个网红 觉得叫过您您登网 叫过一个葬身送奔网 但是我一直在家的网红与网 我觉得网红的您比较适合 真正网红那个您 他不太自由 但我说有约束才有自由 越约束才越能彰显自由 所以当我说我只跟这些 刚才有个人员 要自己没有去得到 当时那时 如果没有那时 我可能抗一体 把他得到的大位置 当时我想说 我可能是一个人员 可能是从我们的 当时我做这个人员 就想着过吧 我印象老生了 就是2011个4月份 我想我都能记得 因为跟着我年生的第一趟 这都没有过 有一年年 所以现在我做这个 我都没有一个 所以刚才徐强 来了武康大楼房闭 我都记得 跟着我去提兵了 武康玉上 就有一个等于有个分子 然后这可能就是 一个蝴蝶效应 渐渐的渐渐的 到你无论去哪里 就经常会遇到 有人给你打招呼 停留下来 跟你要合影 当然是开心的 但是多个人对阿富士 觉得越是有 就过你归此的那种光 你约束自己这是必然的 包袱 这个是一个公平的日子 这就告诉你回去 能够做这个日子 就应该要做了好 这种太往里喝醉 是不是这个日子越来越用了 这个日子 我转型了 对 也有一点就是这种使命感 可是是 我转型了 我转型了 最后提醒大家 能够做得到的 所以我转型了 为什么 因为当我武女太光到了 一定是不一样 我希望大家可以当铺 就会对这个城市的误解 我就要刻意的去做一些事情 我感觉我转型了 因为 我第二个朋友觉得上海 排外很多城市 对那些城市是怎么样的 当我回到游泳 这个地方有区域的人过 我就要列车跑车来干 我祖籍就是苏北的 苏北人在上海怎么了 苏北人也能做呼吁推广人 对吧 所以 那种每日 我会发现 老城市 老城市 我会得到想 我会得到想 但是到了一定个人 我得有一股无形的力量 来促使你去这么做 让自己做的事情 有一点意义 可能就是 我认为了 能为了有约束感 会有使命感 当然也很享受 我又乘风归去 闭空中了牛鱼 告辞了三味 岂无隆情 不思三年轻 你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